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收看健康新京 酸奶口感丰富,无论是小孩、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比较喜欢 那么喝酸奶有什么好处,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一次说清楚,你要记牢了 首先,适当喝酸奶有利于肠胃健康 酸奶中含有大量的益生菌,以及可以产生较多的短链脂肪酸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有利于肠道健康,还能预防便秘 此外,酸奶还有增强免疫功能,美容养颜的效果 酸奶中富含一倍人体消化吸收的钙质,有利于牙齿和骨骼的健康 那么什么时候喝酸奶比较好呢? 因为酸奶中含有的活性乳酸菌,适宜在胃酸PH值较高时生长繁殖 因此在饭后两小时左右喝酸奶比较好 想要健康喝酸奶,三门功课要提前做到位 第一,不易空腹喝酸奶 空腹时胃酸浓度比较高,活性乳酸菌难以生存 会使酸奶的作用大大折扣 如果实在想喝,可以先喝一杯白开水,稀释一下胃酸 第二,酸奶尽量别加热 酸奶中含有的活性菌,只能在低温中保存下来 如果遇到高温,活性菌会严重的被破坏 营养物质也会流失一部分 如果怕太凉会刺激胃肠 可以放置至常温再饮用 但尽量不要加热 第三,不要多喝 酸奶虽有诸多好处,但也不易过量饮用 尤其对于肠道功能紊乱,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 更要控制摄入量 好了,本期的养生知识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点赞,多转发,多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